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时间点才是这个法案该通过的最重要的关键 年底通过也还来得及 所以年底再来谈 为什么是年底呢 因为选举是在11月27号 先通过了这个时间点 再来谈二代健保 不然这个二代健保的法案修得太好 对民进党的这个选情不利 修得不好 对国民党的选情不利 所以朝野可以达成共识说 我们选前都不要碰这个东西 钟老师 他如果这种心态的话 我觉得选完也不会讨论 因为再来就是总统大选 又来了 而且这是二代健保里面 有很多的争议性的事情 到时候会造成更大的冲突 我认为还会再拖 但是二代健保里面的一些收费 集中在少数 这个首都比较高的人 这本来就是财务分配的不均匀 而且他的这个健保到底是社会福利呢 还是一个保险 这个都要重新再来讨论 就好像刚刚我们谈到了那个公务人员调新 我觉得他这个大问题在哪里 他见数不见赢 为什么要 我们不管是不是选举考量 那个苏贞昌当过行政院院长 蔡英文当过行政院副院长 对我们公务人员要不要调新 本来就应该有他一定的主张 所以他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 到现在还一直在研究 还在研究 对所以你看 这问题非常严重 然后国民党更好玩 他说这个因为技术界调7点多% 所以公务人员也要调新 对不起 新加坡还有其他国家的公务人员 在像新加坡遇到时遇危机的时候 他公务人员是调降薪水的 遇到金融海啸的时候也调降薪水 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 从来没有调降过一直往前调 我们应该帮他们设计一个浮动公式 金融海啸的时候 我们都要接一接调降薪水 所以现在如果说相对金融海啸 那时候已经调降了薪水 调降了7点多% 那我们现在如果再调的话 是完全不同的比例 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另外一个问题 他这不只是建树不建林 第二个问题是 看表面没有看内部的结构 什么叫看内部的结构 我认识的公务人员 还有我的亲戚在里面 现在大概五岁不到 退休下来 一个月领五万六万七万八万的 不等我算算 一个月平均至少领六万 你说退休金 然后你看我五十五岁 我看起来蛮健康的 我那些朋友也蛮健康的 活到八十五岁不是问题的 你工作二十几年 你可以领三十几年 每个月六万七万八万的薪水 其他的福利已经太好了 福利更多 像我的小孩的学会 所以我可以领不少的补助费 然后公务人员过世以后 每个月如果他领六万 他过世以后 他太太或是他先生配偶 每个月可以再领三万 一足年金 一到十 所以这样好的福利 再加上薪资相对的比较 不是说跟现在的民间比 民间以前金融海啸的时候 多少人无薪假 多少人薪水被拉下来 所以我一直 我十年 我不是现在来讲 我十年就讲了 公务人员的 因为我是公务人员 我讲这句话 我觉得可以让社会来公平 公务人员的整个薪资结构 是不是应该全面的去讨论 然后它占国家总预算的多少 刚刚说三百块很少对不对 可是总预算占七十几亿 这七十几亿如果拿来做 国家的各方面的 包括创投的投资 或是科研的投资 像美国批评我们国家说 整个研发方面的经验不够 这些可以来做 整个国家各方面投资的提升 这些都可以做的 公务人员的薪资结构 到底合不合理 应该先怎么样 讨论清楚 然后要怎么调再来调 不过公务员的 这一个调薪的议题 是郝龙斌先抛出来的 在选举当中 蓝军的候选人好像都支持 那绿军的候选人 这个答案就比较多元化一点 而且都倾向于你听不懂 他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 所以这个真的在选举当中 是有用的吗 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 因为这个是蓝军 尤其是郝龙斌先提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到目前为止 五都国民党的候选人 他们的支持者 就是蓝营的支持者 没有完全归队 而且他们的这个民调 都有一点就是很危险 所以他们有焦虑嘛 那焦虑的话 就要想一个办法 那大家都同意公务员 一般来讲是比较偏蓝 所以要让偏蓝的人归队 这就是一个 绑装的一个好方法 那绿兰当然想说 这些人本来也不是我的票 那又是你先讲的 我同意的话 不是养用对白吗 所以我何必讲得很清楚 那就反对就好了 那这里头有个很奇怪的 就是那个苏家全 苏家全的讲法 不举在挑心 但是如果举在 就这个不干了 他这个讲法跟谁一样 你知道吗 跟吴敦毅完全一样 所以很奇怪 郝龙斌跟吴敦毅不一样 苏家全跟吴敦毅 这些人的想法 绝对不会是他现在的想法 他一定说好 加息 所以这个完全是为了 这个选举绑装 那现在讲到二代健保 今天的平面媒体 都讲这个跟选举有关 我承认部分有关 但不是全部 因为你刚才把它讲得很简单 说二代健保修得好 对谁有利 因为他们朝野的共识是说 选后再谈 对 那当然 我跟你讲 这个二代健保没有修得好 跟修得不好的问题 修完以后 一定有一大部分人 超过五成的人 他的负担会比现在多 这个谁都怕 这个动不了 这一动 这个选民的反感 非常的明显 但是平良心讲 这个署长 杨志良署长 是热心过多 因为这个临时会 怎么去修一个 这种四季大案 二代健保十几年 才第一次要修 而且一修的话 恐怕再十年不会再修 而且是动到每个人 每个月荷包的负担 而且这个到底是 是Premium 是保费 还是Paylor Tax 还是一个税 如果税的话 是社会福利 那是社会福利的话 就没有上限 如果是保费 是社会保险的话 就有上限投保薪资 如果是社会保险的话 你跟被保险人签的契约 就不能乱动 但是如果是社会福利的话 政府基于需要 是可以动的 我跟你讲 杨志良署长 写给我一封四个page的信 最近写的 对 我看了他里头 我看他里头就看 就是外行人会认为 他讲的好像也可以 内行人一看 似是而非 不痛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你赶快回信给他 我已经反映说 我已经不处理这种事情了 我已经尽力了 我一看这种信 我就觉得 这是热心真的给他120分 但是专业的程度 是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他说 这个修法的结果是为了什么 为了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 我觉得各尽所能 是有死角的 差不多接近一半的人 没有尽他们的所能 因为有一个很大的 有一个很大的 他们可以夺家 有一个死角 各取所需 你说逃漏税那部分 对 各取所需一定 取得过分的 不只所需 连不需的他也会去 所以这样的一个制度 要在临时会去通过 我就是讲不过的 我私底下 我有跟国民党团 跟民进党团的负责的委员 通过话 他们两边的意见 非常一致 就是现在不要通过 而且不是为了选票考量 选票考量当然只有一部分的 真的是认为知识体大 不可以合不过 这过来到了 变成四不像 我觉得署长在这点 是说不过 我刚刚这次 这个让他暂时按下 而且他们为了安抚署长 平常讲 我跟你讲 为了安抚他 不是 院长跟总统 都很怕署长不再发飙吗 因为署长的民调 在民间的民调不低 他如果一发飙的话 就会让院长跟总统的民调更低 把政府的民调又掉了 所以你看他 把他安抚得乖乖的 要去出国 然后这个可以延到 11月再来 然后这段期间 大家来 再来 就那些有争议的问题 再来讨论 而且大家有个共识 就是说现在 11月的那个 就是优先第一法案 跟第一法案 然后日期都定了 要非过不可 所以我觉得 马总统 跟这个吴登毅政府 这次处理杨志良 跟处理二代健保 我觉得处理很圆容 而且 先哭过这一关再说 而且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今天平民媒体 那乱骂一通的 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都好 全局到了 什么事都不能处理 我现在好像是一个定时炸弹 一样 跟他讲的好像应该 赶快把他请走 请走才对 不过 拆弹 不过不管是二代健保 或者是公元加薪 我只想讲 其实在民间来讲 现在是五感复苏 所以你有没有复苏 有 消费有没有增加 有 可是对个人来讲 行水口袋是没有什么感觉 所以要提振信心 就让大家加薪 可以提振信心 但是相对的被剥削罐可能更增加 而且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在这段时间 其实出了不少疲漏 所以你对于一般的愿命 支持公务人加薪 这个事情是有疑问的 还有一个 你加薪不要加到最后 变成大锅饭 有功有过的全部都一样 那你加这个心干嘛 不过 比较重要还是回过来 就是说 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提出来 就像大老他们讲的 就是说 好黄斌先丢这个议题出来 他的选情是不是真的 遭到这种程度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吴敦印会反对 因为你如果去看那个中央中央 他们两个对选情的评估不同 没有 还有一个是位置 有在选 一个没有在选 因为你在吴敦印的位置上 你看中央中央 总预算如果你把它画一个柄的话 有一半以上是行政 是人事费用 所以你只要再加一点 任何一点 你都是把它原来的这个行政费 就过半了 早就已经过半了 然后我们除了原来的这个预算之外 你还要变特别预算去做建设 所以事实上早就在举债 所以你在看那个 民进党这边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很聪明的 他就你实问他虚打 这个地方他不需要表态 因为要痛苦的是你执政的行政院 跟你男人的候选人 他这都不需要表态 所以他就说尊严比较重要 这个很严肃要慢慢研究 而且早就超过举债上限了 因为超过举债上限 所以我们有五年五百亿 治水的特别预算 八年八百亿治水的特别预算 五年五百亿的大学 这个改革预算 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些特别预算 都不在我们预算法里面的 那这些全部一样 国库要编预算去付利息了 我们早就超过这些举债上限了 可是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说 这个经济成长率不断的在这个增加 可是大家都没有实质的感受到 如果说用这样子一个大动作的方式 是不是会让大家感觉说真的对经济的前景 是比较有信心 就是刺激大家的信心 提振大家的消费的信心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性 所以我们常讲这个议题 是会有人讲到相对剥夺感 你如果劳工我刚刚讲的那个阶层 去跟公务员比 他一定会觉得 哇 那我们基本公司 你已经这么好了你还加薪 但是公务员 我今天也是有在衡量这个问题 公务员去跟我们政府政策 你记不记得资本利得不必磕税 你要最近通过那银锁税 又从25到20到17% 然后还有很多都是优惠 对 移证税 从50%到10% 你就种种的又是好像 对那个大财团大窃家 好像你特别优惠 那公务员会觉得想说 你都是优惠他 我们的政策都这样 那我不过一个月增个300块 你提着我信心一点嘛 我们六年没有加薪 你都不帮我加 他会这样比较的话 他会有相对剥夺感 那今天呢 我们讨论这个议题 我也看到报纸 哇好大一个板在讲什么 企业 企业他们赚了钱 然后就开始分红 或是把他们加薪 企业大老板 某些企业他们有这样做 但是诚如刚刚庄老师讲的 他们痛苦的时候 无薪假或是失业的 你不要讲薪水 是连钱都没有薪水都没有 那复工了以后 那好的企业有 那整个整体比例给人家感觉 哇他们现在过好日子 那公务员是不是说 那我们也比照 但是我讲的就是说 我们也会回归 就是说公务员带给我们庶民 一般什么样的一个印象 包括我们那时候在讨论 这个考基法的时候 我们也谈到公务员很多问题 如果公务员还是一滩死水 但是相对来讲 我们看到的是说 很多福利很多保障 退休金又这么丰厚的话 那我们相对剥夺感会增加 所以如果就是要一个选战考量的话 你要去衡量就是说 你在这个时机 包括你的债务 你政府的一个举债的一个上限 你现在债务累积 然后到现在这个时机 你为了选举 然后那个只加一咪咪 又没有办法提振选情的话 你去做这个动作干什么 我觉得这个时机点 对国民党来讲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 提出这种政策 对他们来讲 一点帮助都没有 各位怎么看 这个是个假议题 其实不应该这样讨论的 马英九总统跟武敦益院长都已经定调了 那再跑去问五都候选人 你要叫他们讲什么 他们除了赖清德 杨秋新 郭天才 跟黄超顺之外 都曾经当过行政院的政副院长 或是部会的内阁的阁员 他怎么又不晓得公务员调不调性 你叫他讲嘛 你说他支持调性 你说他在绑装啦 贿赂选民啦 政策买票 他如果反对的话 他说你都买人的票 那都铁票 我觉得这个议题 是可以去问直辖市长 因为直辖市长的这个层级 他们可能都是2012 2016 甚至2020全国性的这个 正副总统的这种A咖级的人物 是可以问 但是不应该这样炒作啦 我是希望黄龙斌想一想说 你怎么会丢个议题 然后被大家 大部分的人骂 然后称赞的 其实我觉得是内耗跟空转啦 你有很多机会 可以跟吴敦益院长 或甚至马总统 就私下沟通 我实在不晓得 那如果你连这个事情 都没办法处理的话 你是怎么办花婆 怎么继续干台北市长 那那个二代健保 其实基本上 杨智良我是不太想讲 因为杨智良个人的去留 我个人把它定位成跟 这个杜振胜 庄国荣 谢志伟那个等级的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那刚刚沈医师讲 那个是值得思考 就是说 一个总统跟行政院长 会很在乎一个 卫生署长的去留 那你是没有办法执政的 那至于所谓的民间的民调 因为最近半年来 主持人我们每天 看那么多的新闻 是没有 最近半年就没有在 对个别的内阁阁员做任何 没有人在做 杨智良的民调了 个别的内阁阁员 我也不针对 因为针对杨智良是 格局就小了 它是不重要的 那二代健保不敢过是怪谁 当然是怪马英九 刚刚各位前辈讲的很好 临时会怎么会过这种状态 很好啊 可是立法院是 应该开临时会吗 开临时会要不要给钱 很像我们要给钱 我为什么要给 那你平常会期为什么不过 因为你立法院的效率跟品质 是很差的 所以你在正式的会期里面 你过不了嘛 只要拖到临时会 那拖到临时会 说这很重要 刚刚沈医师讲ECFA很好啊 如果临时会是不能处理二代健 马上临时会 为什么可以处理ECFA 这个临时会就专门 为了要处理ECFA了 孰亲孰众呢 孰亲孰众 那你就说 因为马英九他不敢 弄二代健保嘛 所以我也要 我要隔空回应 刚刚这个各位前辈提到的 司法院院长跟副院长 你如果去看看 院长跟副院长的职权 你不会叫他们去做司法改革 他们是没有办法做司法改革 应该做司法改革的是谁 是马英九 是总统 那应该做二代健保 这个法案推动的是谁 是执政党的党主席 也是马英九 而不是推给卫生署 不是这样子 是应该把责任扛下来 不是叫你独裁或集权 是叫你有这么大的权力 叫你做事情 不是推给别人就算了 不是这样子 不过刚才沈大老的意思是说 二代健保这个法案 如果实施的话 可能对于现在的 这个社会来讲 有更大的冲击啊 所以马英九 其实是这个东西 想要踩刹车的 但是杨志良 又坚持很热心的 要去推动他 那应该讲清楚啊 马英九是不是应该 清楚的告诉大家 我觉得我刚才是这样讲 我觉得你转述的 也不是很精准 我认为为什么要有二代健保 其实有很多层面 但是最在意的 大家这是财务的健全嘛 那为什么财务的健全 就根据现在一代健保 那钱不够嘛 所以你二代健保 把它钱变成够了 不管它废机税机是怎么来的 钱够了 为什么油不够变成够呢 而且还有一半的人不变 他脚的钱不变 所以剩下的一半 要多脚很多 就要负担那个油不够变够的部分 而且还有荒唐的病人 就是说你的废机要扩大 所有所得都要进来 但是几口本来四口三口二口一口 要照算的 现在通通不算了 到底是谁吃亏 谁比较相对不吃亏 这个大家都要花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这个东西你现在一过 虽然说要两年以后才执行 但是在选前 丢这么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回家大家都要赶快去算一算 到底我变成怎么样 那不是这无端的 无形中的引进一个很大的变数 到一个五度的选举 我觉得这个大家怀疑 而且想去避免 我觉得是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所以你说避开选举 讨论这个事情是合理的 我觉得是合理的 以免这个事情的本质失焦了 所以选完之后 大家就能够好好算了吗 我希望这样 如果选完 如果也不要选完 因为从现在起来 就要开始就那些争议的 就要好好讨论 就要好好讨论 那选完以后就可以做结论了 如果现在大家说 因为11月了 我们现在就不去讨论了 那我会比杨志良更加愤怒 所以现在开始好好讨论 等到选举完 再来决定怎么做 以免影响这个选举 其实现在执政党很简单 因为五都在计 那如果能够透过11月 我们这次选举是11月 那如果透到12月3号 我们下个会期的 这个排上优先法案 再来处理 那是等于什么 就是说我现在要计账 我这个账 如果它评估是一个负债 我这个负分 是不是要现在 在选举这个过程中 就自己在账本上拿给大家看 他现在避开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就是说 在选前如果一个健保费 二代健保 他在立法院要过关 给人家的印象是说 有部分人是被打到的 譬如说我们常讲单身 你好像变相在缴单身税 第二个就是双薪小家庭 那整个如果这两个是 我修正一下 杨志良很讨厌人家讲单身 他是说什么 零券口 好零券口 零券口跟单身不一样 以前我们讲到 当初单身也是他讲的 对啊 当初单身也是他讲的 而且又救援磕睡 就是说他的税计 是依照现在缴所得税 这一群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问题 比我们刚刚谈的 那个公务员要不要加薪 那个还要严重 因为你明确的 要打到这个特定族群 那个加薪是说 这个选举的伤害还严重 对你加薪是说 我锦上天后 我帮你加一点 这个我要笼络你 这个不是 你去健保费 你大家算一算 你那个单身 你变相角 你每个月要加多少 要从荷包里头 撈很多钱出来 撈很多钱 这个对国民党来讲 他研究是告诉你说 这个对我选举是有伤害的嘛 那至于选后 你到2012还久 那第二个 我不得补充一下 民进党也不想让他过 所以这个不见得是伤国民党 也会伤民进党 对 伤所有的搞政治的 可是我觉得对国民党 比较伤是因为 他有改革之名 二代健保 而且他执政啊 是他推的法案啊 但是像民进党很好打 就是说 你相对的你那个 财务黑洞 你能弥补 你能弥补多少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你要加黑洞 还有其他的A健保 所有的那个弊端 你有没有解决 大家会附带来谈 那我觉得最终 我们谈这个问题 都会变成说 一个部分要去谈杨志良 我很反对 一个署长 动辄用这种政治勒索 或是政治那种 意气用事的事情 再处理这个二代健保 诚如大家讲的 再去做一次民调 他民调真的有那么高吗 这我补充一下 我对健保我是不专业 我请问大家要讨论什么 我说他现在都用拖延计 就蓝绿交香者说 这好几条 二十几条 还有要研究的 我们再来讨论 开什么公听会 你之前没开过吗 公听会之前沈大佬 就去参加过 怎么没开过呢 魏环委员会没开过吗 争议的法案是昨天还写好的 诶 长瞎后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 早就写好了 你在干什么呢 你想骗谁 那我不太同意的说 民进党不参加 民进党不参加就不要参加 因为民进党没有在执政啊 国民党怎么想要 拉民进党背书 国民党你在想什么 所以你们 我们朝野都通过了 然后民进党提对案 提修正案 然后我们最后 把二代健保给过了 这到底是谁在执政啊 是民进党在执政吗 那为什么要叫民进党 一起来背书呢 民进党不敢背书 民进党有选票考量 我绝对不会怪民进党 因为他是在野党 那你民进党就离开 你不想省那不要省 你继续推出临时会好了 那国民党我就把它过了 为什么不行 然后大家把选票的算计 讲得是理所当然的 我就是怕选票 我就是怕民众看不到 我不得不讲个外行话 二代健保就做改革了 那你之前 今年菲律不是调过了吗 健保倒的是大家一起倒 又不是只有你倒 杨志良你在紧张什么 倒的是把你家查封吗 杨志良家里多少钱 上次财产被人家揪出来 他很有钱 你现在这个 我不是要讲卫生署跟杨志良 我还是要回到马云九总统 你如果是这样执政 你不要执政了 还要叫民进党 托民进党一起下水 那个不是英雄好汉 这个就以奥巴马在推动 他的健保的过程也一样 这个最后还是要表决 但是这个过程里头 你说开过好几次公庭会 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这些问题 是非常专业的 他背后所含的意涵 这个意义是很深奥 所以大家这样开一开 三个小时过来 是没有结论的 所以我是赞成说 从现在到11月 再开 继续开 再开就会结论吗 开几次都没有关系 不是 但是你开的方式 你讨论的方式 就要渐渐凝聚 所以现在民进党团说 这段期间 他们就26条都会提出对案 他们都有不同的意见 那很好啊 那后来竹条要表决的时候 两边要充分发言 那发言以后都有两个案 那两个案都有修正 一个民进党的修正案 哪都表决 那表示说我参与过了 那当然过的案 不会是民进党的案 但是这个在历史上 就这样的四季大案 是有交代的嘛 就是蓝绿都能有交代 那马英九的责任 就变得没有那么严重了 是吗 你这么高